intro 歡迎收看牛舌頻道 我們今天來吃牛排 這家外面好香喔 對 牛排香對不對 今天就要吃這間 粉牛炭燒牛排 它裡面還有其他的嗎 有 坐邊吃到飽 那不錯耶 剛剛都是我們愛的牛排 又有披薩等等 咱們走吧 來 我們來看看菜單 第一面 全部都是牛排 心速越高越嫩 第二面呢 就是非牛排區 還有單點區 沒有錯 還有滷肉飯 這間有出現滷肉飯有點奇特 那這邊呢 有鴨胸耶 等一下點點看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我來點牛排 我今天主軸是牛排 我老婆點鴨胸 那這邊呢 是用QR-Code點 那你要點什麼 我剛才是雞排吧 老樣子 開點囉 在逛周邊的同時 我們看一下它的包廂 還蠻漂亮的喔 然後是酒桶 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食物吧 奶油 玉米濃湯 我們撈一下 羅宋湯 它有牛肉的 對 肉蠻多的喔 喔 這個我喜歡 前菜 披薩 披薩 它的披薩是屬於薄皮的 你不是要在吃 我比較喜歡薄皮的 冰淇淋 沒有看過 吃飽的時候來吃吃看 味道怎麼樣 他們周邊比較簡單高利 然後我們就等著吃主餐 等一下吃一點副餐 好 好 吃飽 吃飽 我最是 去吃飽 吃飽 如果 我們 ont了 這裡 不是 有 到 不要 PISA 新烤出來了 剛剛很多人在搶啊 沒錯 來來來 一定要打一下 蔥蔥香披薩 而且它口味會變喔 都來一塊好了 都來一塊 我拿兩盤喔 一盤幫你打一個 好 你看它這裡有各種口味 代表它出了新口味就會換 薄片的其實我也蠻愛吃的 這樣比較不佔空間 是啊 喔很香耶 好 等他們看看有沒有出什麼新披薩 我們再來吃 好 我們牛排上來了 先吃牛排再吃桌邊 到我台北來我先吃披薩 沒問題 我叫這是五分熟 它在看之下分量有點少 但是它其實非常的厚 厚度這樣沒那麼厚 先吃原味食給大家看 好吃耶 肉很硬 如果你覺得五分熟 先不夠熟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加熱洗 加熱一下 有沒有 這樣燙一燙 應該就有 七分熟 豆子過就不知道是怎樣 烈喔 不會怎樣 會鬼龍 然後我在家裡陪這個蒜片 我想要吃原味 它的蒜片也真甜甜的 好吃耶 我要做的combo醬 牛排 蒜片 因為它上面酥酥脆脆 還會回甜 配起來我覺得很搭啦 而且還有一些玫瑰鹽 那我聽你平常很愛這樣講 是啊 你看這大口吃肉 這樣切一罐 來加熱一下 那個到這邊還這麼燙 對啊 因為它比較厚一點 加熱洗 嗯 這個好吃度跟口感都有 如果你鹹肉不夠大塊的話 它還可以升級 可是我覺得這樣剛剛好 很好 左邊的 沒錯 而且它飯量其實是 正常胃口的人吃的 是不是可以 嗯 熟了 熟了 哈哈 這個部位喔 肉比較紮實啦 它嫩度它那邊有型 好像兩顆心對不對 所以你在意嫩度的話 就調心素越高 但是我都ok啦 本身的肉味也很香甜 我覺得吃起來也挺滿膚的 來加熱一下 過癮 每一塊都加熱了 你們的比較要 薄缸一點 那我先吃一下桌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吃吃看 那是薄皮料比較少一點 對 薄皮 吃吃看 我先看他講一下 他雖然是薄皮對不對 他料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我覺得不錯 可是這個我可以吃很多 因為他還比較薄 有的後面太厚的 吃兩三個就薄 對對對 這個長相的 吃起來甜甜鹹鹹的 還不錯 像起司法 對對 然後你看鹹起司 鹹甜起司 它其實也只換口味啊 嗯 這不要亂搞 主土要吃T-3跟牛肉 搭配 他好吃的 再喝看看那個濃湯 我其實本身 馬上喝的我送湯米 肉不是也滿多的 滿多的啊 剛才我吃喝他的那個玉米濃湯 不要不會 這都滿夠的 湯也好多 來我來試吃一下我老婆的鴨胸肉 我們就只有來這邊吃鴨肉 欸很多隻欸 看一下 重點是鴨胸可以吃一分熟 真的 欸很多隻欸感覺 可是他還覺得全熟欸 在看人啊 你要全熟也可以啊 他能看就好啦 我先吃這樣 他每一個都一個加熱水 欸熱水軟了 這鴨胸可以 他非常多隻啊 而且鴨香味 不知道為什麼要爆開 可是人家一般不太會想到啊 對啊 我想說這個焦點特別 來 那我們請來介紹一下他的豬腳 唉唷 這次怎麼叫豬腳啦 剛剛不是說要掉雞板 對啊 不然看到他旁邊有豬腳 想說焦點不一樣啊是不是 我本身也愛吃豬腳 他很貼心啊 都已經切好了這樣子 燙了 燙了 他也沒有到非常脆 但是有那個脆感 那整體性我覺得偏紮實 可是豬豬的那 我的 這鍋比豬腳 會比較軟一點這樣 對對對 那他本身味道 我覺得需要沾這個 噢 沾一下沾一下 一定要沾一下啦 那這個我推算應該要加很多 加很多分數 絕配 所以你來的話你也會點豬腳 目前私下的他做的肉齁 都一定很隨便 也有新的披薩肉 欸他其實比披薩產的很快 一盤接一盤 喔這有點燙齁 趕烤出來齁 好吃 好吃 這起司就很多 我有加起司粉 喔你有加起司粉 我很奇怪怎麼那麼多起司 旁邊有啊 他產的披薩步度非常快 你大概坐著五分鐘 就可以去尋一下 就可以吃到各種不同口味的披薩 我覺得會不錯 主要是因為他都是現出的 沒錯 他廚房那邊啊 火是沒有停的 所以烤披薩是不停的烤 阿勇分享一個肥給我們 你們就沾一下 我要沾一下 對啊 這一定要沾 這一定要沾 這要沾吧 這個豬腳吃到後面是不是有點黏 我在想他本身喔 本身他肉都有那個鹹香味 難免豬腳一定會軟 他那個有帶一點皮嗎 所以難免會出比較多油 對啊對啊所以吃到後面會有點小 嗯 小腻啊怎麼辦 吃個泡菜阿 他以為你說吃個披薩 腻了再吃披薩 對啊我們來吃個泡菜 還有一點之類的 寫個腻一下 那個泡菜給你有大家吃過 還不錯 還不錯 這泡菜不錯耶 好吃喔 再來我們現在是吃點披薩 因為他又烤了一盤出來 你拿一下囉 我們要叫三盤披薩 剛好圍起來剛好一圈 哈哈哈哈哈哈 來來來 你剛剛不是說沒有甜的對不對 對啊 這就來啦 來吃吃看 這什麼 蜂蜜口味 好吃嗎 很甜的 很蜂蜜色 好香喔 他有點甜甜鹹鹹鹹 剛好看他烤到這個 一定要拿 你這蜂蜜口味我本身蠻愛的 這個好吃耶 嗯好吃 這蠻喜歡的 有種在吃什麼餅的感覺 不像吃披薩 這是好像杏仁 對不對 喔對 杏仁的 味道 味道還沒 杏仁 杏仁 嗯 杏仁也是有點甜甜的 也不錯 吃一吃會吃到那個杏仁片 吃起來有點香香的 對不錯 嗯 他這樣沒有放那麼多 可能是他搶走那個扁皮的香味 他扁皮也滿香的 剛剛好 剛剛好 嗨 揀眼神 這有鳳梨 appointment 有火腿 這個有點像下味的披薩 這是標準型 這是鹹豬肉 我們今天吃其實很多種口味 請不要吃一下鹹豬肉 我吃飽了 你吃飽了 來這塊吃下去好不好 很久 因為它的肉很紮實 正常人吃一份排餐應該就飽了 它披薩做薄片應該也是它用力在 如果它又是厚片的話 我看披薩吃掉兩片 我們剛剛吃披薩吃了不少片 幾乎口味應該吃了七七八八的 它都蠻好吃的真的 好 又看到新烤出來的披薩 雖然有點飽了 但是還是想要吃一下 我們就一人魚片來量一下 現烤的 有點燙了 我拿了手都很燙 吃一下吃一下 鮪魚啊 這都好吃耶 雖然飽了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是很帥 你飽到說不出話來喔 我還在消花 那我們等一下你做結尾 吃得很滿足啊 再吃個冰淇淋 這沒有看過的 也挺好吃的 蠻濃郁的 還有花生 這不是奶茶啊 好吃 那我們來講一下心得吧 我覺得裝潢氣氛好 東西也好吃 你覺得嗎 我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就是起碼吃的是魚味 因為你看我也一直在吃啊 就代表我也蠻吃蠻的 對啊 用上環境啊 氣氛啊 會影響你的心情 我覺得吃起來還不錯 那這一天啊 就推薦給大家 我們影片這樣結束囉 賞掉訂閱 持續更新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 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啦 不爽再看一遍啦 看到爽為止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 走za 回到